腾讯体育9月29日训今晚,中超联赛第24轮全面打响,其中广州恒大在主场迎战来访的大连一方。 比赛中,恒大外人阿兰在第四分中防入他自己创造的点球,帮助恒大在主场取得了1比0领先的优势。 这也是阿兰在时隔150天后在正式比赛中代表恒大攻入进球,一度沦为第四外人。 在本赛季出的中超联赛中,阿兰表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,首轮主场和富力的广州得比,随着恒大4比5不敌富力。 但阿兰上演了帽子技法,四轮主场5-0击败长春亚太的比赛,阿兰上演了没开二度的好戏,第三轮恒大主场和剑业的比赛,阿兰攻入全场的一进球,连续三轮破门。 这也让阿兰牢牢占据着一个首发名额,但是,在第四额课场和天津全剑的比赛,阿兰在第51分钟无球状态,下手机全剑球员刘一鸣染红下场。 这张红牢不仅让阿兰连续破门的石头浇灭,更是让他收到了一张竞赛八场,罚款5.6万元的罚单。 当阿兰勤赛期结束后,他却发现,随着保利尼奥和塔利斯抢的加盟,他在球队中已经失去了位置,已经轮为第四万元,甚至只有靠体预备队来保持状态。 曾所示单刀表现低迷在上轮客场和江苏苏宁的比赛中,阿兰终于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,但是,比赛中阿兰状态平平,甚至在接到塔利斯抢的全球获得单刀机会后, 他的一脚推射,居然偏出远段力柱,错,失了单刀球的良机。 显然,九树战争对于阿兰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,阿兰和苏宁比赛中放了高射炮却时,在上场和苏宁的比赛中,阿兰已经足足130天没有正式打比赛了,他上一次打正式比赛还得追溯到5月15日和天津全剑的鸭冠联赛。 此外,阿兰上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进球,得追溯到5月2日广州恒大2比2诈平贵州恒风的足鞋杯。 当时阿兰攻入一粒点球,还助攻堂时攻入一球,而这也是阿兰此前在正式比赛,中代表恒大攻入的最后一球。 闪电进球帮助恒大领先在今天的比赛中,卡纳瓦罗又给了阿兰一次首发出场的机会,面对来自不易的机会,阿兰今天把握住了机会。 当比赛进行到第四分钟时,当时高林又露出送了一些谐传,阿兰在进区内快速启动,在超车的过程中,却被杨赛平用手臂给推倒,主裁派把点球。 面对这样的机会,阿兰自然不会错过,他亲自操刀主把将球打将,阿兰赢得点球慢镜头回看这个进球对于阿兰而言,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,就是他停赛付出后,生活的首例进球。 同时,这例进球距离阿兰的上一个正式比赛进球,已经过去了足足150天,距离他的上一个联赛进球也过去了足足195天。 而阿兰用这个进球,回报了主帅卡纳瓦罗的信任,卡卡阿兰法中阿兰兴奋庆祝阿兰跪地欢迎。